一人郭彥均爬上兩層樓高的盪鞦韆 當起空中飛人 側翻爬繩索 幾個高難度的動作 成功挑戰外景節目出的難題 馬戲團任務 成功贏得台下熱烈掌聲 讓他忍不住在台下崩潰痛哭 你練完之後你會發現 其實每一個moment 每一個動作 每一個環節都是非常關鍵的 都是要花很多很多心思的 為了這精彩的一幕 郭彥均可是吃盡了苦頭 在第一次訓練時 他以膝蓋倒掛在拉桿上時 突然臉部表情扭曲 感到膝蓋疼痛 雙手掉落在安全網上時 更意外扭傷 當我落地之後 那個疼痛感覺 是我沒有辦法去承受的 看我那表情就知道了 非常非常的痛 接走而來的進階訓練 有氧運動肌耐力 讓郭彥均被操到雙手完全美麗 其實藝人往往在節目上 未求完美 幾乎可以說是豁出去 完全不顧生命安危 好高喔 剛好在這上面 就可以完全的願望了 齊男高隱翔曾在外景節目中 調在20多層樓高的 中央山脈起點屋簷腳攀岩 我一定要走 有志高正的曾國成 為了節目拼了 在演習中挑戰高空跳水 男性們挑戰極限運動 只希望最好的效果 呈現給電視機前的觀眾 這則是王牧寧台北採訪報導